哈喽 无垢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爱洋 欢迎收看我的世界之爱洋暮色体育器第110集 哇 好高大的蘑菇 这采蘑菇的小姑娘要是来到这里 八成是要被蘑菇给采了 特别是最中间的一棵 比其他地方的树还要高 诶 怎么蘑菇上还有木栅栏 这难道是蘑菇屋 里面有点黑 先做几个活吧 再过去看看究竟 难道说这里面还住着人吗 还是说有什么蘑菇族 看着不太像 你看内部这么黑 有人做的话肯定得点灯的 不过也说不好 得逛一逛才能知道 哦 原来这里是把周围几个蘑菇树都用桥连起来了 还真的是一个小村落啊 话虽然这么说 但是怎么一个村民都没看到啊 确实有点奇怪 感觉像是荒废了很久 一点生气都没有 诶 阿娅你过来看 这边有个门可以进入蘑菇屋里面 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 走走 还愣着干什么 诶 不对啊 怎么房子里面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难道这里被打劫了 不好说 看看能不能到上一层 上面有一个房间 不过看上去应该也是空的 哎呀 还真被你说对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 啊 这班长都这么狠吗 什么都不留下 看来还是我太善良了 每次搜刮东西都会留一点 那以后我也要心狠少辣一点 哎呀 这边可以通到外面 这桥造得也太敷衍了吧 又不知道是哪个黑心的施工队做的工程 哼 哎呀 这里也一样 也是空空如也 这么豪华的蘑菇屋里面不应该是这样的 没有人已经够奇怪了 房间里还是空的就更让人想不通了 哎呀呀 你说这里的原住民是不是被语物什么的给 你别瞎猜 这是最坏的可能 我更希望这里原本就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就说明没有任何人遇到危险 嗯 我也希望是这样的结果 一层一层都是这样千篇一律的房间 而且什么都没有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些蘑菇屋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 不过说实话 这蘑菇屋的设计者和我造房子的理念还真的有点像啊 我也喜欢在这些天然的树屋上面大房子 只不过和我那个房子比起来 这个蘑菇屋更大更宽敞一些 要不然现在行李有点多不好搬家 我早就在这里住下了 不仅空间大环境好 要是饿了还能随手从墙上扣几块蘑菇下来做一个蘑菇包 真的是懒人必备啊 听话说是这么说 但是这真的要来做房子也忒高了点吧 我们都不知道在低级层了 你还好意思说啊 你家在空岛你都不嫌高 这就怕高了 嗯 好像是这个道理 再说了 住得越高 离月亮星星什么的就更近 那就能 摘下星星给你 摘下月亮给你 摘下太阳给你 你想要我都给你 到时候随便录给抖音发上去 没转我就噎爆红了呢 呦 你就吹吧你 这上面的红色的应该就是最顶层了 我就不信这片蘑菇林除了蘑菇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 一定要关注转发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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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